第二题 传说某古堡有一个亿万的宝藏 必须要输入密码才可以进入宝库取宝 已知入门密码有四码ABCD 分别隐藏在2898的标准分解式中 请问这个入门密码是多少 好那我们就直接把2898来把它做直音数分解 很显然的这个2898呢 它一定有一个2的因数 所以我们用2来除 1449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要用多少来除呢 看不太出来 但是呢我们可以来把它加一下看看 1加4加4加9 这个等于18 18是3的倍数 所以可以倍3整除 所以用3来除 3423824339 再用3来除 313368 313 接下来用多少来除呢 161 一下子我们想不起来 但是呢请看一下 它有给你提示 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23 标准分解式里面有一个23的低次方 那我们知道它这里面至少会有一个23这个因数 所以我们把161除以23 刚好等于7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2898呢 就是等于2乘以3的二次方 乘以7 乘以23 那也就是说呢 这叫做2的一次方 乘以3的二次方 乘以7的一次方 乘以23的一次方 我们来对照看一下就知道 这个A呢就等于1 这个B呢 看清楚 B是等于3 这个C呢 C就等于7 这个D呢 D就等于1 所以这个密码呢 就是1371 答案选B 这个选项